Ladies and Gentlemen 我是今天的主持嘉賓 趙子謙 4B班 我今天就是教大家畫一個海蟻冰桶的形象過程 我現在就畫一個海浪岩石出來先 這個海浪岩石我就用三個形來表示 看見到呢 有幾隻的三個形 然後我就畫一些綠地 我現在畫的是綠地 這些不是哲理你的同學 你小心點不會看錯東西 我不會教錯人的 看見到一條條的直線 好像幽人一樣爬來爬去 畫了 現在就畫一個海面 海面有高潮線和低潮線 然後這條線就是高潮線和低潮線之間 畫完之這個位置就是高潮線 這個就是低潮線 對啦 對啦 你想得沒錯 這個位置就會進行侵蝕 然後侵蝕之後 海浪岩石 它就會在藥線上流進去 它就會在藥線上流進去 這些就是海水來的 然後呢 這裡就開始縮小了 就會被它侵蝕了 對啦 就是這個位置 它進去之後 然後海浪繼續侵蝕 它沿著那條日線 繼續進去 然後它就 海岩平台 不是 海岩石 就越來越少 到最後 因為它這個位 這個位的承受力 就太低 然後這個位 就會 不好意思 對 這裡 這裡 是